哈喽大家好 今天小编为大家介绍一部2003年上映的美国悬疑剧情电影 致命ID 美国排名前10的恐怖悬疑电影 真的是不容错过的 雨夜围绕着汽车旅馆发生的一切 足以颠覆你对人心的想象 故事发生在一个郊外的汽车旅馆 说他与事隔绝也不过分 旅馆的主人阿强一个月前因为赌博输掉了自己的家产 然后又很走运的继承了这家汽车旅馆 某一个夜晚天哗啦哗啦的一直在下暴雨 正在旅馆内看电视的阿强突然听到了一阵敲门声 紧接着就看见眼镜男带着老婆闯了进来 原来几个小时前发生了车祸 而肇事者正是我们的男主角小白 小白是一个过气女明星的专职司机 因为正在下暴雨所以电话信号都中断了 小白只能安顿好女明星和车上的小男孩后 独自一个人驱车前往30公里外的医院 在路上她遇到了美丽的小花 而小花正是这一场车祸的始作俑者 如果不是她把高跟鞋乱扔 眼镜男的汽车也不会爆胎 那么也就不会发生车祸了 没有办法 一行人只能住进汽车旅馆 没过多久 警察带着杀人犯也来到了这一家汽车旅馆 阿强让警察把杀人犯用手铐 靠在马桶上 这也是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 而另一边 过气女明星心里开始不开心了 心想自己好歹是一个明星 为什么要挤在这一个破破烂烂的汽车旅馆里面 老娘原来也是住西尔顿酒店的好吗 心里呢就越想越不平衡 心血来潮的她就想外面肯定有信号呀 于是她就披着个雨衣往外面走 还没有到门口呢 就被别人给解决掉了 所以大晚上一个人出门真的很不好哦 电影的另一边 还在睡梦中的小白突然惊醒了 可能女明星给男主托了梦 小白二话不说就起了床 然后就很邪乎的往外走 走着走着就看到了女明星掉在地上的首饰 紧接着就发现了她的尸体 尸体旁边放了一把十号房间的钥匙 所以这一切都指向了十号房的杀人犯 一行人赶紧赶往十号房 发现杀人犯早就逃跑了 小白把所有的客人都聚集到了这个房间 然后告诉他们女明星被杀害的事情 来度蜜月的新婚夫妇 因为这件事情吵了起来 妻子小美脑袋一热就往外面走 丈夫大雄也是拦也拦不住啊 此时外面的雷雨声也是不肯停歇 大雄不让他出去 他就把自己锁在了厕所里面 憋太久就准备出去透透气 结果一开门就发现大雄倒在地上 旁边都是血迹 而且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旁边有一把九号房间的钥匙 大家一直认为是杀人犯回来杀了大雄 但是他们并不知道的是 此时杀人犯也正在为了保命而一路狂奔 但他却怎么都跑不出去 跟遇到了鬼打墙一样 只能回到汽车旅馆 结果刚回来就被杀死了 而这一次 所有人都怀疑凶手是旅馆主人阿强 最终阿强还是被小白给逮捕了 但是他打死也不承认自己杀了人 正当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 小男孩的妈妈也突然离去了 她的身旁放着六号房的钥匙 眼睛在旁边放着七号房的钥匙 他们发现所有人的死 都是按照房间号码牌的大小来的 突然他们发现所有人的尸体都消失了 而小花此时此刻的精神状态也已经完全崩溃 下个星期就是她的生日了 电影的镜头一转 法官正在审判一个精神病人 这个精神病人在四年前杀掉了六个人 这个精神病人就是小白 原来她有十一重人格 小白是她的第一重人格 所以现在他们要找到的就是那个杀死六个人的人格 回到平行世界里面 小花发现警察也是假的 警察发现身份暴露后 他就把店主阿强给杀死了 顺便开始追杀女主小花 看着这一切 男主才明白原来警察就是那个邪恶的人格 毕竟自带男主光环 所以他决定和警察一起同亏于尽 没有办法 他可是要拯救世界的呢 一切都结束后 小花也坐上车 离开了那个带给他不好回忆的地方 当我们以为所有的一切都结束的时候 小花在自家的菜园子里 发现了一号房的钥匙 然后小男孩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原来所有人的死都和小男孩有关 他才是真正的大boss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总的来说 全程高能 非常值得推荐 好了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哦